阿联酋接收了一架先进侦察机 专门用来侦察伊朗 究竟是哪个国家所为 冤家一劫不一劫 阿联酋这样的做法对自己是否有利 在近期激烈的中东局势中 原本不起眼的阿联酋 突然成为美国及其盟友 对伊朗动物的风向标 成了美伊之间博弈的一颗举足轻重棋子 早在8月6日 以色列外长卡茨宣布 以色列已经和阿联酋就伊朗威胁 达成实质性协议 以色列将自愿向以美国为首的 反伊朗联盟提供情报和援助 根据德国媒体21日最新消息报道 一名以色列商人作为中介 向阿联酋提供近10亿美元价格的 先进以色列侦察机 用于收集伊朗方面的情报 根据以色列媒体公布的细节 以色列商人马塔尼亚库查菲 是向阿联酋提供侦察机交易的 幕后操纵者 其中一架已交付给阿联酋方 另一架仍在英国 该调查称 当两架阿联酋飞机投入运行时 阿联酋将具有非常先进出色的 情报收集能力 这些飞机能够实施拦截通信 确定伊朗运行的电子系统 定位和绘制地图 包括那些正在保护伊朗飞机的 雷达和防空系统 这正是以色列与阿联酋在本月6日 达成持续合作和推进关系的成果之一 由于阿联酋与伊朗之间 紧隔不到100公里宽的霍尔木兹海峡 就是因为惧怕伊朗的导弹 报复袭击行动 从7月份开始 阿联酋已经将其大部分军队 从也门撤回本土 阿联酋天天在担心 一颗伊朗或也门报复的导弹 哪天落在迪拜街头 就会导致阿联酋经济全面崩溃 曾经获得的一切成果 也将毁于一旦 而美国并不能出面保护我们 但是阿联酋的决定 对于美国而言 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对抗伊朗的军事行动中 阿联酋可能成为美国 抵御伊朗导弹威胁的 第一岛防波堤 如今 扬制虎皮的阿联酋 突然暗中与以色列勾结在一起 充当起美军和以色列 抗击伊朗桥头堡前线部队的角色 假如一旦美军与伊朗之间 斗舞开战 作为报复还击手段 伊朗的导弹打到美军本土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打到阿联酋 却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冤假一劫不一劫 那么这颗不起眼的棋子 最后的下场 一定是悲惨